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消失了四个月的中国影星范冰冰终于再度发声 星期三中国新华社发布消息说 税务部门已经查清范冰冰及其工作室 以欺骗手段逃漏税 将向她收取8.8亿人民币税款和罚金 而一旦缴清将不追究她的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范冰冰不必坐牢 随后范冰冰在微博上发表致歉性表示 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就没有范冰冰 称自己辜负了国家的培养 未来将手法经营传播正能量 一场范冰冰在哪里的悬案虽然落幕了 但是更多问题似乎又浮上台面 如此巨大的资金量从何而来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当年隐姓刘晓庆因为逃税坐牢 范冰冰为何可以避免牢狱之灾呢 没有党国就真的没有范冰冰吗 因为逃漏税就被消失4个月 那么谁又会是下一个范冰冰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 第一位通过skype连线参与节目的是 中国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小明先生 欢迎您小明先生 好小明先生听得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吗 听得到 好 可以 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或许再尝试一下 调整一下小明先生的声音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第二位我们的节目嘉宾 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 旅美资深媒体人林苍周先生 林先生您好 欢迎您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 欢迎两位嘉宾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我想首先先请教两位嘉宾 跟我们谈一谈的 看到昨天新华社中国官方通报的 范冰冰案的结果 您认为这是在惩罚范冰冰 还是在保护范冰冰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请说 应该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它算是 如果从牢狱之灾这个角度考虑的话 刘晓庆一千多万就坐牢了 那么范冰冰两个多亿 没有坐牢而且就说是罚钱就了事了 从这个角度讲应该说是保护范冰冰 但是呢 逃税的问题 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想肯定不止范冰冰一个人 但是把范冰冰拿出来 那这个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针对范冰冰惩罚范冰冰 我是这样看的 好的 那么林先生您的看法呢 这个毫无疑问 范冰冰这个桃子案是一个中外关注的丑儿 那么就是说现在 一多月来 出了这么个结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这个切割的一个结果 我认为可能不定是保护了范冰冰 可能保护了很多人吗 对吧 因为你们看啊 这个在9月6号证券日报公布的这个消息 就说范冰冰有三桩罪名 一个是逃税 一个是涉嫌银行违规败 就是违规败 还有一个是腐败 那你现在可以看新闻社公布的这个稿子 国家国税总局这个下达的结论 那么这后面两项这个罪名 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后面两项罪名 这卷入的人可能很多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觉得这个官方 当然一方面他要处理范冰冰这个烫手的山鱼 因为范冰冰是这个知名度很高 对吧 国内外也很关注这件新闻 另一方面呢 就是这里面的水很深 远非就是普通民众 所以能想象的 是 那么说到了水深 继续我也想请教两位嘉宾 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刚刚林苍周先生特别提到了 确实这个当初提到的这个伟代 还有腐败的这两项罪名 并没有出现在昨天的这个官方通报的内容当中 那么也有人说偷税2.5亿 罚款8亿多 这样的天文数字 不要说是中国民众了 就连海外很多西方媒体和民众 都觉得很难相信这样的一笔大数字 那么小明先生到底这样一个天文大的一个巨量的资金量 它是从何而来 也有很多人说范冰冰涉及的其实并不是逃税 这根本是洗钱的行动 您的看法呢 是的 谢谢你 很多年以前在中国还没有在中国人还没有洗钱 这个观念的时候就有过这样传闻 大陆以外的犯罪集团在大陆拍电影 通过拍电影洗钱 因为这个实际上他的这种钱的来和去都很虚 那么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 通过拍电影洗钱 这个应该说并不稀奇 那么关于范冰冰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 官方提供的信息非常不完整 这个偷税2.5亿实际上包括了两大部分 一个是她偏酬她少纳了税了 第二个是她范冰冰名下的企业 从官方给的数字看 那么范冰冰只涉及到一部电影的片酬上 她存在纳税问题 那么主要的问题是她名下那些企业 至于她的企业有多大规模 如何偷税 官方并没有给详细说明 单单就涉案的金额来看 范冰冰偷税的数字确实很大 但是在中国目前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 作为这样高知名度的演员 这个数字其实并不令人特别意外 这种情况在中国应该说已经是常态 范冰冰她不同之处在于 此人做人非常的高调 用《环球时报》的话说 范冰冰不仅是演艺明星 也是最富有的娱乐大腕之一 这种事情的奇怪之处在于 范冰冰做人那么高调 范冰冰逃税的规模那么大 逃税的手法 用《环球时报》的话说 那么粗浅为什么以前税务机关没有去检查呢 另一个问题拍摄一部电影的话 它有一个投资方还有一个拍摄方 如果从前的角度考虑的话 演员只是其中非常非常次要的一个角色 或者是一个很被动的角色 固然有些大伴它可以有很高的身价 有很高的价码 但是最终是需要投资方来认可的 所以如果说范冰冰通过很简单的阴阳合同 来偷追逃税的话 这显然不是范冰冰一个人的责任 如果涉及洗钱的话 那么背后应该有更重要的角色 谢谢 林苍周先生您的看法呢 这样巨大的资金量它是从哪里来 那么从今天对这个范冰冰的整治行动 也有人开玩笑说 那么党国再多抓几个范冰冰 就可以弥补了美中贸易战之间 这个党国所遭受的损失了 意味着这么大的一笔赔款或者是罚款 那么将来是进了国库 那么国库当然通了党库 您认为这谁是当中这整起事件 最大的受益者呢 范冰冰这个事呢 就说以现在这个结局告一段落 应该说官方是 我分析官方的心理应该是 非常想尽快地平行这件事 不想这个事情再炒成热点 那么当然就说 因为目前范冰冰还没有办法办法宜 这个速度看上去很吉利 这个交上去 那么交上去之后 那肯定是官府受益 对吧 官府从49年以后 同感逼佛台 哪处少不了钱呢 对不对 这个包括文化大革命 反正系这个著名的金剧演员 著名作家的 也的手势都抄走了 这都是钱嘛 对吧 这个钱 就从中国 他这个官方 这个口号来讲 他讲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还有一个口号是 拉税是哪个中国公民的义务 你从这些口号来讲 其实推敲推敲也是有问题的事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谁来取呢 那当然是官府来取了 这个民是什么民呢 是公民还是批民呢 还是小民呢 对吧 不知道 对不对 就说这个 总而言之 我上次这个节目里 我就谈到 这是和韭菜的时代 这一把韭菜很肥啊 对不对 很肥沃 八个多亿 但是 也 这个 普通民众的印象 是不是有钱就能 鬼推磨 是不是正像中国的 这个俗语所讲的 班子两张口 整说整优他 所以就说 在这个事情上 两边是看起来 官方是 他是能够收到 这个8.8亿 对吧 这个8.8亿 你不知道 这个8.8亿用的哪去 每年的所谓的人大两会 财政部的这个财政收入报告 这个 这个报告里面 对于钱 你们都可以看看 那些比例用的 用多少投入的教育 用多少投入的名声 多少投入的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穷困地区的 这个小学教育 你们都可以自己看 对吧 但是呢 就是这个事情呢 天下的事 有一粒 第一粒 你事 这里是得到了 对吧 好像这个事情是平息了 但是实际上 这个难以赌 天下悠悠之口啊 就说这个境内 这个理念的一点太多 对吧 水太深太浑 那么就是说 同时呢 就是你是捞到了 8.8亿的好处 但是就像政治说 学生所讲的 卡西托定例 卡西托校业 当一个官府 平静地在对人民隐门信息 平静地对人民 撒谎的时候 那么最终 哪怕你说的是真事 人民也不一定相信你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 还是官府可能没料到的 而且在这个事情的切割中 对吧 你可以看这个 这个国际总局表示 他是接到人民群众 举报 这个村里原 现在显然也是 扮演了一个朝阳群众 牺牲大妈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举报他 举报完了之后 这个新闻稿里说 责城江苏 甚至是无锡有关税务部门的辅责 那就是这些官员 咋干嘛去了 这些所谓的人民公普 还有一点 这个案子中间 对不对 那公典法 所谓的公典法 哪去了 对吧 检察院也没发言 对吧 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从刑罢201两条来讲 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说首次这个概念 他只是说你五年之内 没有赛这个事 可以 五年之内 如果你再犯了 一定要犯 所以这个事呢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讯论 就是官府的这些文字游戏 是在玩弄文字游戏 对吧 所以就说 这个事一点太多 经不起舆论退敲 那么小明先生 刚刚就像林苍州先生 也提到了 这个公典法的执行力度 还有我们知道 在这一次呢 这个范冰冰案呢 终结之后呢 各方在中国的官媒 也采访了很多 这个中国的法律专家 他们认为呢 实际上 对范冰冰这样的一个整治呢 是合乎情理法的 那么不能够把他跟过往的一些案例来比较 什么一些过往的案例呢 我们看到很多网上的网民 把他跟过去这个刘晓庆 您刚刚也提到了 在2002年 那么因为逃税1000多万 那么被判 坐牢了一年多 另外还有网友挖出了这个 在2013年的时候 中国有一位离职的空姐 他因为到韩国去买化妆品 然后回到中国在淘宝上来贩卖 结果被法院认定呢 他逃税8万 结果猜猜 他被判刑了3年 所以有很多人拿这样的一种案例来做对比 为什么范冰冰可以免除牢狱之灾 可以不用坐牢 那么甚至呢 这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国税总局呢 甚至还提到说 这是因为范冰冰是首犯 是首发 所以呢 才可以让他免除牢狱之灾 您怎么看这样的判决 其实这种情况 在中国 大家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同命不同嫁 同罪不同行 这种情况 不生美举 背后的原因 肯定和政治权力有关 当然按照中共官方媒体的解释 刘晓星的时候的法律 跟现在的法律 有很大的不同 刘晓星那个时候 涉案就要受到刑事处罚 而现在只要是初次涉案 那么可以只接受行政处罚 不用坐牢 至于什么是初次涉案 那就取决于当局的解释了 就刚向林灿柔相说的 那就是一种文字游戏了 那么另外 基本上这种说法 可以解释刘晓星案件 和范冰冰案件的不同 但是也不能解释 其他发生的类似的案件 所以这个初次涉案的说法 因为它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像这种 涉案两个多亿 这怎么叫初次 我不知道它一次就能 是不是 所以这个情况 所以完全取决于司法机关 它的这种说法 问题就在于 这些机关它们都不是独立的 都是政治权力的附庸 所以用法条来解释这些案子 即使官方它们可以自圆其说 但是绝对不能服人 好的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路上 这一次其实范冰冰案 在官方通报的结果之后呢 在中国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不同反应 有些人是同情范冰冰的遭遇 那么也有人是大声叫好 甚至为崔永元封她为这个茶逃税英雄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在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直播聊天室里面 观众朋友对于范冰冰案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 我们来看第一位 这是来自这位署名 Edwin Chan的这位网友 他说没有中共就没有范冰冰 这是真话 中共权贵侵犯中国人的财产权 把非法财产通过范冰冰代表的影视圈 洗成合法收入 并且向范冰冰支付手续费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 当权者向范冰冰们伸手要钱 这不符合权责对等等原则 当权者有本事 就去抓政治局常委等大鱼 少抓虾米 另外呢 这位署名老鹏的网友 他看法是 中共真是把范冰冰榨干了 之前就好几次利用他的绯闻等等 转移民怨焦点 现在还要人家道歉 并诈出八亿 而这位署名叫张金生的网友 他说阴阳合同不是演艺界独有 几乎中国所有的商家都有阴阳合同 目的都是为了偷税漏税 还有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 他认为范冰冰现象 他脱离牢狱惩罚 说明了中国法律的不严谨 随意性离现代社会距离相当遥远 因此引起舆论反响大 名人为父不仁 不法现象非常严重 同时中共当局想以范冰冰为例 让有资产者乖乖地 交上交偷避税的所得 可以预期将进一步动作搞运动整理 估计是一系列因为贸易战经济吃紧的表现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嘉宾 刚刚有一位网友说 他说没有中共就没有范冰冰 这是真话 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来自 我们刚刚提到范冰冰的 这封致歉信里面所说的 那么范冰冰在新华社 发布了官方通报之后 几个小时之后 在她的微博上 发表了这封公开的致歉信里面 她提到了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没有人民群众的爱护 就没有范冰冰 她还提到辜负了国家对我的培养 那么她说经过这次的整顿 我会守法经营诚实守信 争作富有文化内涵的好公司 来为全社会传播正能量 我想先请林苍州县 林县先生您在线上吗 您怎么来看 怎么解读范冰冰的这封信呢 很多人说这看起来 不像来自范冰冰之手 倒是比较像是来自于这个 您知道这个有关单位之手 您的看法 这里面肯定有捉刀的了 捉刀人啊 但是呢就是这个道歉信呢 你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检讨书 毁顾书 只不过这个检讨书 毁顾书呢 没有像这一些维权人士 上便是认罪一样 你也可以认 称之为一个是一个 就是向党国低头扶手的这个 让人民看看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爷 他不是自称范爷吗 对吧 那么就是说这个道歉信呢 实际上里面充满了陈词滥调 看上去呢 既像这个 康康乌立那个入狱之后的那种 像人民 所以像党国忏悔的 这种小型作文的水平 也充满了这个党文化的怪态 什么叫做 就是说这个这个信息 读着也非常荒唐可笑 什么叫做在世界舞台上 为展示我国文化形象而做好 而冲锋 这个不遗余力的为此冲锋 难道他是冲锋队的吗 难道他是拉罪冲锋队的吗 所以这个 你的世界文化有什么冲锋的吗 这个吧 难道是叫瑞典这个游客啊 像这个英国就是住 CCTC 住英国的记者孔宁明 这样子叫冲锋嘛 对吧 所以我搞不懂啊 我的文化低潜 我搞不懂什么叫冲锋 还有一个叫做 就是说离不开国家人民的支持 什么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就没有范冰冲 应该说 就是说你范冰冲出身 是你爹妈的功劳 没有党妈掺和的这个任何事情 当然党妈说 这个分约了 不让你放行了 那是另外一个事 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 就是说范冰冲也确实改善了好政策 这个好政策是什么 就是算和我节目中说到的 就是说这个九十年代一号党国的文化 思潮 完全朝着复古 朝着想传统 这个吸取糟活的这种方向发展 它需要变得戏 需要奴才文化 需要公平乐斗 你包括到现在看 什么什么 就是奴一战 什么这一系列的什么 延期攻略 这一系列的党国的推崇的 或者说 真指眼 闭一指眼 放行的这些 公平乐斗剧 这是党国的好政策 这是党国的好文化 如果没有这种文化 也确实出不了范冰冰 而且你说范冰冰的这个项目 有的这个所谓的专家 学者说 范冰冰是这个买票买出来的 这个笑话吗 在中国还要登登登买票 登登登市场 那个市场经济是半市场经济 对吧 是一半权贵的资本主 一半弄 一半是它是放开的 它没有媒体的招式 没有媒体的合谋 我觉得就没有范冰冰 所以范冰冰的这个道歉信 我认为观众是不可能接受的 谁让你道歉 你扶法 你至少 就是说你这个 在你的这个逃税的时候 你尊重法律就完了 对不对 你向法律低头认罪 当然这个法也是恶法了 这个法国大革命早就讲过 我说人权宣言早就讲过 没有三千兵力就没有宪法 而宪法尚且如此 何况一个什么刑法 什么税收管理法 所以从某人意义来讲 这些都是一场笑话 也就是一场晚清的 这个二十年目睹直观现状 和观察现行记 好的 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 署名叫自由Zuzu的 这位网友呢 他是这样看 他说富人明星 他或者他是不是该值得同情 只需要观察两点 一个是看他的钱 是否来的道德 二是看他的钱 是否用的道德 那么我想继续回到 我们的小明先生 小明先生 您刚刚听到了 林苍周先生的评断 您怎么样来看 这个范冰冰的这封致歉信 而且别忘了 范冰冰女士呢 还曾经是中国的 国家精神造就奖的得主 您怎么看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范冰冰有今天的知名度和地位 跟他的演技没有关系 甚至跟电影都没什么关系 在中国这样一个 到处都充满政治力量的地方 范冰冰的一切都和政治有关 包括你刚才提到这个 国家精神造就奖 这个奖乍一看 似乎是官方设立的 就像古代的官府允许的 建造的贞接牌坊 实际上这个奖 只是一个企业设立的 更多的是一种广告性质的奖 但这个奖谁能获得 毕竟还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 那些不被官方欢迎的人 喜欢的人肯定是没有机会的 那么就范冰冰这份检讨书来讲 确实从他的就写作水平而言了 就算在初中生当中也算是平庸的 基本上是按照传统套路写的 在中共的统治之下 检讨书这些东西一直存在 可以说从延安整风就有了 这是中共特色的东西 是一种精神征服的产物 所以每个人如果有错的话 都要自己写留下白纸黑字 这是必须要得有文革的时候 还有些人档案里边保存了 大量的这些检讨书 文革后结束后有人根据档案 把这个检讨书出了一本书 记录当时的那种他的一举一动 记录他当时的心态 那么关于范冰冰说的这些话 可以说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真性情 更看不到一点人性的影子 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就没有范冰冰 这些话应该说有他的道理 但更多的是英警的话 不过从政治正确性来看 这些话又是非说不可的 毕竟决定范冰冰命运的是政治 是政客 所以这个确实实非常有中国特色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我们在网站上 直播聊天室里面网友的看法 这位署名叫圈畅的这位网友 他说范冰冰被迫缴交8.8亿人民币罚款 对专制独裁集权中国所有的富人 做了最佳示范 在爱党爱国的号召之下 所有中国富人 只要愿意贡献一半的财产给党团 那么估计有一万亿人民币 就可以暂解中国天文债务的燃眉之急 另外同样有这样看法的是 这位署名叫Wester Van的这位网友 这位署名叫Wester Van的网友 他说不存在惩罚或保护的问题 纯粹就是为了大规模收割富人的前奏 党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了 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夜空姑帆的这位网友 他说到了 他说在大陆著名电视剧铁齿铜牙纪小兰里面 和昆队乾隆说这百姓懂得什么大是大非 只要所杀之人比他们地位高 身价大 他们就心中欢喜 今天皇上杀了个地方贪官 百姓欢呼 明天若是皇上杀了纪小兰 杭州百姓照样欢呼 所以说到底 中国渔民们的仇富心态严重 所以有什么好欢呼的呢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位署名翻墙看真相的网友 他说没点背景 怎么可能逃税那么多 没有背景逃税 怎么可能只被罚款 而不是坐牢 在中国没背景 你什么都不是 那么这一点呢也很有意思 当然从范冰冰事件之后 也有很多人说后续的效应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来看看在中国的官方媒体 中国的新华网 在星期三呢一连发出了多篇文章 先是从这个范冰冰案终结了 那么范冰冰道歉了 还有范冰冰案所提供的教育警示意味 连发了多篇文章 那么也有人说这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 也不知道是在为范冰冰洗白呢 还是真心的在谴责范冰冰 不过一般来讲 我想请教两位嘉宾 很多人都认为确实也像观众所说的 范冰冰案出来之后呢 确实会在很多中国的富人圈 演艺圈商界带来一些震慑的效果 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 您觉得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应吗 我想会的 毕竟拿富人开刀 范冰冰并不是第一个 前面吴小辉被罚了105亿 那比范冰冰要多10倍还不止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么就是说现在它首先这次这么高调的拿娱乐圈开刀 可能有一个意义 就是说敛财当然是一个因素 也有可能会转移公众以前的这种焦点 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敲诈问题 这个可能有这个目的 但是从刚才几位观众说的 您念的那些留言来看的话 确实也应该让人想到 目前中共一定是遇到了很严重的财政危机 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 应该说是搞一次敲诈勒索 这种类似于中共在立国之初 在朝鲜战争期间 它发动了一次叫无反运动 那个无反运动是完全针对各种经营者资本家的 目的实际上就是敲诈勒索 以弥补中共的财政的亏空和赤字 所以今天这个情况可能会 虽然没有像中美之间的这种冲突 和朝鲜战争那么直接 没有那么直接 但是这场贸易战带来的影响 恐怕会也相当严重 应该说很有可能会让中共的财政雪上加霜 所以中共肯定的会需要很多资金 另外中共还要投入大量的钱用来维稳 所以敛财应该是中共现在的当务之急 所以像您刚才说的这个 应该是会拿影视圈开刀 拿范冰冰开刀 应该会造成相当的震慑效果 林苍周先生 我们除了看到新华社的不断的报道之外 我们也看到了央视 其实也在星期三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报道 他们说不要以为脸蛋可以解决一切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 央视的报道里说到了 从网络传言看 还有个别影视明星的所作所为 并不在范冰冰之下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且等下一个 所以很多人说 这也是对中国的娱乐圈 甚至扩展到各界 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 那么您怎么样看待 那么您是不是也同意 这对中国各界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逃漏税行为 有可能产生一些震慑效果呢 这个敲打的意味非常明显 就是说明显可以看到 这是杀猴下鸡或者杀猴下猴的一个举动 我觉得这些富人啊 这些民人啊 这个在温水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他们只要重温重温历史 就可以看到这个历史上 这个事情是不断的重复 正像历史说家所讲的样 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 就是从来他们不吸取教训 那么就是说呢 就是说 这个党国啊 这么多年来 弄财的手段 发扬翻新 也像俗语所讲的 一切邪恶的中断 显示的乌不是这个金钱和女人 所以呢 就是说范冰冰 那么就是说这个事情 最后 以现在这么一个公道 或者一个新华社的发布 或者央视的一门发布 而想在舆论场上告一段落 我们只要其实研究 研究晚清的官场现行计 研究研究晚清的官场怎么运作 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是 这其中有多少人要睡不好觉 多少人要掉头发 多少人要失眠 因为它里面 这个这么巨额的资金来源 包括这个银行违规放贷 那银行的方言哪里 这个报道里完全没有 所以在后续 如果中国公民再去追问这个事 它的渠道在哪 究竟是在微博上追问 微信上追问 还是上推特上追问 有没有中国公民 甚至中国的律师 来这个就是说 相关当局申请信息公开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成为 后续的看点或者疑点 最后我还想说一个 但从法律角度来讲 为什么刘小青这个判了刑 而这个范冰冰 罚款要是 我早点想明白了 这就难怪中国 不吸取英语国家 这些叫做开服 就是那个判例法 他为什么不搞 他没有办法搞 他一搞 人们就会拿以前法官的判例 来作为这个榜样 你过去吞这点钱 出这点钱 就坐牢了 坐了一年牢 那为什么现在这样 所以他同时 他也像这个 焦之奥尔的1984所讲的 这个新语的不断的变化 新闻他是不可以修改 昨天的报纸都不可以修改 那法律条文也可以修改 法律条文也就像一条银一样 捏在操控的这帮官邸的手里 他怎么去胡弄上司 怎么去胡弄民众 这就是中国俗语所讲的 关于九条路 怎么办 他怎么有理 但是现在是个网络时代 看他怎么去 把民众的这种 沸腾的这个物意 沸腾的这个批评 暗纳下去 那林先生 您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现在舆论有像您这样的一个 沸腾的强大的反应 您觉得范冰冰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有可能重新改过吗 有可能重判吗 会有 我认为你应该知道 现在虽然是某些 这个洗地的那个事 某些洗地的喉舌 而说这个事情合情合理 合法合理 但是我们看那个 无锡的这些 就被江苏三县 就是那个宝马男 这个拿刀杀人 最后反备人杀了这个案子 这个最后被舆论 这个推动 所以我认为 如果有强大的民意场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里面太黑了 这个绝对有腾复 我可以在这说 这个 我相信信息日 就是政策日报的这个记者 是一个不错的记者 他追的这个三条这个线索 我认为民众应该关注 他腐败 对吧 这个洗钱 究竟谁 谁获益 这么拒问自己 而且所谓的首次 他绝对不是首三 他去年的 他明明的收入 才二点几个亿 他逃税 也逃了二点几个亿 绝不是一年之内盖下了 对吧 这个首次 难道就是税务局自己 上个题一大 下个题说了两次吗 对吧 他也可能是哪一番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就是 民众应该深入地去探讨 所以就这个 究竟能不能通过这个 推动中国的法律 进步 小明先生 您的看法呢 实际上确实也是像 刚刚林苍州先生所说的 范冰冰案 从开始到现在 官方所说的结案 这实际上存在的是 更多的疑点 这四个月来 没有任何人了解 范冰冰到底经历了 什么样的一个遭遇 那么仅仅是因为逃漏税 就要被失踪 这也让很多人质疑 中国的所谓 依法治国到底在哪里 您觉得今天 范冰冰案四个月后 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它给整个中国社会 跟中国民众 最大的一个启发 可能是什么呢 说很简单一点 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谁都有可能随时失去自由 现在中国这个制度 它不能保障任何人的安全 另外这个案件可以再次显示 中共政权的主要精力 还是用在人身控制上 他们始终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 尤其不具备管理经济的能力 像这样大的数额的资金的流动 他们根本就不能够 就说根本不能掌握 另外还要说一点 范冰冰案 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偷税案件 严格讲 这应该说是一个政治案件 尽管我们对这个内幕知道的 还非常非常少 但是单从范冰冰失踪四个月 就足以看出这个案件并不寻常 这不是一个金钱的额度大小的问题 这个理由不足以解释 范冰冰为何被限制自由 所以可以想象 如果不是范冰冰这样的知名度的话 这件事情可能是另一种结果 环球时报为这个事做了一个解释 他说范冰冰失声 失去发声的机会 是他配合调查的方式 在中国一个人涉案 最终结论出来之前 往往信息很少 这成了中国的一种国情 这是环球时报的话 所以也就是说 这环球时报还认为 往后世界应该逐渐的 要接受中国这个国情 也就是说你失踪是正常的 好的 这个案子还有一个 很值得关注的地方 我想请林苍周先生 简单跟我们谈谈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 整个案子里面有不少的疑点 现在呢 那么范冰冰她可以通过罚款 那么免除牢狱之灾 但是大家也注意到了 她的经纪人 却因为企图要销毁 有关政策 有关的这个仗策 而因此被抓 所以有很多人说 范冰冰本来该被关的 但是现在她的经纪人 成了戴罪羊 所以也有很多这种 感到这整个案件的 这个审理和判决 觉得非常的不公平的地方 我想林先生 能不能一分钟时间 再谈一谈 您认为她的这个经纪人 是不是成了一个戴罪羊 这未来会不会成为一种 类似案例的 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呢 这个就是一句老话 窃国者猴 窃勾者忠 对吧 就是说刚才讲 这个衙门大国朝团开 有礼无前莫尽了 有天能是北退莫 知名度也是一种资源 有些人讲 这个演员也是弱势群体 那我想就无数人 打着几坡头 想去做这个 一年挣几个亿的弱势群体 所以就说这个经纪人 那就是属于族子 固和族子 丢足保军 或者丢军保帅 所以就是这个是无助为题 这个题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的网民 中国的人民从这件案子里面 离奇的案子里面 得到一个什么教训 如果说他们能够得到教训 就是说要去 这个争取 这种法律的公正性 司法的独立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宝贵的教训 如果说这个案子最后就说 大家觉得就是 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能不能脱罪 能不能免除老幼 就只在一两条 一个是上口有没有人 第二个是隔壁住 住门住着老王 这个很幽默 但是我觉得在幽默中 把这个中国人 这种自由 这种人权的这种 进度的要求 这种消解 好的我们来看看 我们在网站上的网友 这位署名叫 Jimmy奇的这位网友 他就说 范冰冰的经纪人 因为范冰冰逃税被刑拘 逃税老板范冰冰 反而没事 难道经纪人销毁账簿 凭证 不跟范冰冰合谋 经纪人自己单干嘛 党国法律只能呵呵了 另外这位署名叫 Utopia的网友 他说内地演艺卷 都是传播所谓正能量 偷漏税普遍现象 官方也只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相安无事 除非偶尔特利 这次催开炮 巨额罚款了事 范冰冰只能认倒霉 还有这位署名叫 墨村乔夫志远的网友 他说呢 范冰冰不是第一位 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位 这个体制就是制造 这些怪人怪象的机器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位署名叫 张思想的古拉格 这位网友他认为 我觉得范冰冰 只是权力阶层斗争的牺牲品 如果说偷税漏税 没有几个明星是干净的 也没有几个国有企业是干净的 他们如果不造假避税的话 有可能挣的钱都上交给国家了 我觉得范冰冰代表着 党内的一个利益集团 崔永元代表着 党内的另外一个利益集团 范冰冰和崔永元 只是这两个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已 这两个权贵利益集团 可能在某些治国理念上 产生了严重分歧 而他们手里所掌握的权力 又平分秋色 需要派出自己的木偶 在舞台上厮杀 我想节目最后 想请两位利用30秒时间 我们就来谈谈刚刚这位观众提到的两位重要人物 范冰冰有可能东山再起吗 另外揭发的崔永元 他的下场又可能是如何 我想先请小明先生 30秒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崔永元我想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至于范冰冰能不能东山再起 环球时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 我们要眼里追究各种错误 鼓励明星做好道德模范 坚决反对明星带兵上岗 同时社会又要有宽容的一面 鼓励每个人在哪跌倒 在哪爬起来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 范冰冰究竟是什么原因 而导致她失踪四个月的 如果单单是一个税务问题 或许她可能会东山再起 但是如果她背后有其他原因 那这个问题是很难答的 简单说范冰冰不坐牢 但未必真的能获得自由 好的 好的 谢谢您 那么我想请林苍州先生 30秒时间也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结论很简单 这个范冰冰虽然没有申办 但是已经明练 无论是党国还是观众 都不可能就是说 再接受一个风采的范冰冰 那么就范冰冰 范娘办牢 我觉得她不可能东山再起 这基本上 那么去崔永元呢 我认为党国应该跟她发一个朝阳大妈典 这个崔永元在引爆这件事情 说功劳大大的 她至少为国库贡献了8.8亿吧 当然我觉得她的余生 可能也活在惊恐之中 这个惊恐有点方便 一个是党国 这割酒菜说不定什么时候 也收割了她 第二个她把整个演艺圈都得罪了 我觉得这个崔教授 崔永元先生 可能要好好地考虑考虑她的后本身 这是我对她的忠状 好的 我们谢谢两位嘉宾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讨论 在这里呢 我最后也引述一位署名叫JW的网友 他也提到了 他说范冰冰设施项目中 逃税是唯一不构成牢狱之罚的 所以官方与巨资罚款来掩期息鼓 既能够安抚有意义的民众 同时还能保护有背景的人员 把更阴暗的东西藏匿起来 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小明先生 还有林苍州先生 感谢二位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 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 我们要和您继续来探讨习近平的相关执政政策 那么另外在稍后11点钟的时候 美国之音将为您全程转播 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政策讲话的特别报道 也请您按时收听收看 我是郑宇文 我们稍后11点钟再见